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高等法院庭长谢敬慧今年3月担任职务法庭法官时,不满何以停其他成员轻判法官陈鸿斌的性骚案, 犯而在宣判后辞任明治,后续效应震荡社会,白玫瑰运动崇尚街头,立委群起炮轰, 迫使司法院对性平教育及职务法庭做出改革,谢敬慧也因此一炮而红。 赢得司法院长许宗丽的赏识,邀请他担任少年及家事厅厅长获首肯,预计7月6日前就任。 今年3月8日,职务法庭对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陈鸿斌性骚案做出改判, 有免职改为罚新一年,身为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何一庭成员, 谢敬慧随即于宣判两小时后辞任职务厅法官已明治, 引发轩然大波,整个司法系统大地震,逼得许宗丽得亲上姓平克成, 平息众怒。 司法院修改规定,除了要求法官日后每年应接受三小时姓平教育外, 体制上,职务法庭也已纳入外部成员,并改为一级二审制, 让当事人有救济机会。 司法院花了两个月宣誓改革决心,才舒缓风暴, 谢敬慧辞任师曾说,想让被害人知道不是所有的法官都是这样想, 一席轻流言辞,替他自己建立了鲜明的形象, 而最近承审小灯泡漫时,又特地开了一个庭,不提审被告王景宇, 而是专门请小灯泡父母到庭倾诉新生,也让不少团体对他颇有好感。 现任少家厅长黄梅月即将于7月5日任满,调任工程会委员, 司法院认为谢敬慧是合适的接任人选, 谢也不排斥,人事案就此底地,派令于日前谦和, 由法官评论为时事造英雄谢敬慧为司法官训练所37节夜, 曾审理过洪仲秋等重大案件,心思细腻,善于倾听, 被同事称为温柔的大子。